市府三名局長以及實安處長 一字排開 針對瘦肉精羅生門緊急滅禍 刪除打頭鎮駁斥斥 不可能是實驗室污染 緊跟著衛生局長替檢測遺器掛保證 台糖豬肉片到底有沒有瘦肉精 演變成中央地方工坊護槓 衛生局說是以臺中市實安自治條例規範公佈 出示檢驗報告關鍵的這一張圖譜 左邊所謂的標準品是指涵蓋21種瘦肉精混合 而右邊檢體則是台糖的豬肉片 兩箱對照在檢驗西部特羅時 兩者在同樣的時間區塊內起了反應 代表驗出異狀 因為正常豬肉不應有反應 六次檢驗介於0.002ppm到0.015ppm之間 相差7倍差異 現在剩下的檢體拆成兩份送往中央檢驗 同時台中市府啟動覆驗 喊話邀台糖見證 針對外界質疑台糖是否混沖美豬 不僅台糖駁斥 王必勝也強調這說法是很嚴厲的指控 收到台中市府檢體後 真相將水落石出 三立新聞陳秉豪李建英 SM小組 台中報導 鄉市府指控台糖肉品驗出瘦肉精 前一天晚上衛福部已經宣布零檢出 但國民黨團隔一天照樣開記者會 新科立委輪流開跑 除非你中央敢咬定台中市政府作假 驗了22次 都驗出來有 你叫他不要公布 這不是罔顧人民的食品安全嗎 你應該要謝謝台中市政府 看到民進黨在帶著風向 就在質疑這個檢驗啊 驗一段話替盧秀燕抱不平 新科立委許宇貞更直言台中市半個月 六次驗出瘦肉精 蔡政府不僅不褒獎積極做事 還威嚇盧秀燕團隊 難道及時處理問題的人變成是 衛福部次長王必勝 驗中丁肉中刺麻 而農業部出示數據表示 檢出同批肉品也都是零檢出 許宇貞的說法也被認為 讓瘦肉精事件反政治化 律委高分被反擊 抽驗的一個清單裡面 希布特羅以及其他的瘦肉精類 電出來都是沒有檢出 既然有信心 那你就可以具實提出告訴 因為已經影響到你的聲譽了 台中市政府 你最原始二月二號資料檢驗 是從哪裡檢驗 因為你一定要找源頭 喊話台唐該告就告 並要求台中市府公開二月二號 原始抽驗資料 從源頭找問題 而就連萊茵執政首長張立善 也幫緩家 當然有一些不肖業者會洗產地 但是呢 我相信台唐不會啦 到底源頭在哪裡 我們希望中央能夠盡速釐清 對比萊茵炮聲隆隆 張立善一句相信台唐 就事實討論 有關食安問題回歸理性 才能有效解決問題 三十文靈侃局温文宣 台北雲林報導